本视频由Manyway音箱赞助播出 双SIM卡开放NFC作为长久以来国内iPhone用户最期盼的两个功能 苹果显然也注意到了 对于双SIM卡来说 苹果之前已经在申请相关专利 但何时实现并不清楚 而第二个功能他们已经开始测试了 今天早些时候苹果宣布 通过WatchOS 4操作系统 Apple Watch手表将支持NFC 当然最关键的是iPhone的NFC开放测试 苹果也在进行当中 开发者爆料iOS11测试版 已经向iPhone 7和iPhone 7 Plus增加了对Core NFC技术的支持 这是一种用NFC数据交换格式 夺取NFC标签和数据的框架 目前iPhone上的NFC功能只能通过苹果自家使用 而支持Core NFC技术之后 用户可以进行一些额外的NFC使用 比如公交卡 地铁卡 当然了苹果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就是 全面进入这个技术后开放NFC的模块 可能会给iOS设备带来隐私保护问题 如何合理规避这个问题 是苹果要去解决的 最近两年果粉转花粉 迷缝的现象非常常见 如果苹果中国在国内完全开放NFC权限后 势必会加大iPhone便利劲 也会大大增加用户的年度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微信就所关注品康科技 参与最新酷评拍送活动 了解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了